大家好,我是健康传室小季 您的健康大小事都是我的事 最近我们经常提到的这本书叫做 90%的医生都误解癌症 在这边他特别提到 其实癌症靠自己就能够治好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接受传统的三大疗法 就是所谓的放射性治疗 或者是化疗 或者是手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 那同时我们也要自己准备好 自己的治愈能力 让我们自己的自我治疗的效果可以增加 所以这位医生特别 肛本育医生特别提到 就是说自我治疗的部分 有包括三个部分 当然如果我们病人 他懂得自我治疗这个部分的时候 他的存活率跟他的康复率 其实是相对高非常多的 那所谓的自我治疗 到底包含哪三个部分呢 第一个部分就是心理 在心理上面就是我们的思考模式 跟对压力的一个对策 那我们知道其实压力 他也会产生巨量的一个自由基 还有呢就是说到我们思考模式 如果我们有一个乐观 然后有一个很愉快的一个心情的时候 那相对的我们的未来 是更可以期待的 所以呢要鼓励各位 就是说面临这样子一个状况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们都可以去思考 就是这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帮助我们生活变得更好的一个转机 那不要认为说它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一个危机 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的调整 而第二个呢他谈到就是营养也非常的重要 他讲到说日常的一个饮食跟营养补充品的一个重要性 那为什么他特别谈到说营养 因为营养呢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细胞的一个能力 所以在对抗癌症的一个过程当中 不管是化疗或放疗 而最终呢会导致死亡的一个过程 通常都是因为我们正常的细胞 它的免疫力不够 导致于整个免疫系统的溃乏 溃体 而导致我们身体没有办法继续修复 所以这个自我的一个营养的补充是非常重要 可是因为在做治疗的过程 还有我们可能器官会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黏膜会有点溃疡 所以在饮食上面真的要靠饮食去得到充足的营养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这位医生呢他特别提到就是说 在营养补充的部分呢 他讲到维生素跟矿物质还有植化素 然后另外像益生菌 还有就是好的油 就所谓的鱼油或者是我们常常很熟悉的叫做 亚麻仁油这一些好的油脂 那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基础的一个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三个呢他谈到就是运动 那运动里面呢 他特别提到就是血液循环 自律神经跟气的一个运行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全身的所有的营养都是靠血液来运送 所以如果我们的气血他走得非常好的时候 我们身体相对的他整个营养的输送 跟整个能力的反应会更好 所以呢其实另一些气功对我们的身体是好的 而且呢在这边谈到自律神经 那因为自律神经它是属于身体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不需要下指令 那自律神经它就自动会去操作很多的事情 可是呢自律神经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它跟肾上腺素跟压力会产生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连结 所以当我们有很强大的压力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会有自律神经失调的一个状况 所以如果我们的自律神经要稳定的话 就是我们平缓的呼吸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如果我们可以练气功 这种气和和缓的去调节我们的呼吸的话 对于自律神经的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在这本书里面最后他特别提到 就是说不要小看这三种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刚刚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心理的调整 另外就是营养的补充 还有在运动的这个部分 那当我们去调节这一些我们的各个方面的一个恢复 就会变得更加的好哦